有地方的人都會有他的想法跟看法 或是他的經驗 我想說如果我們用一種分享的方式 讓師父可以聚集更多的可能 讓我們很多未來要做的事情會比較能夠發展的出來 我抱歉 我們在各位大概都已經想去教育了 因為來參加真的應該是考古高的我跟潘大哥是做生意來的 其實我一個大的觀念 像老師這邊還有老師這邊 做環保絕對不能夠控告掉 因為我上次跟潘大哥講過這樣的問題 怎麼創造利潤 從環保當中裡面創造利潤 某些東西是有 在塑造東西裡面 它是一個 我已經知道的東西 但是它在我們當中裡面 當你有吊桿的時候你怎麼去吊一次 從環保議題裡面我怎麼能當中去賺到錢 還能支援我的理想跟保護 波及看公圍 我們剛才剛才有一個問題 波及你不要告訴我 你要向農民處理這些問題 你的錢不去哪裡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你要叫一個人做預期的 錢不去哪裡 你們要賠嗎 台中你們幾人要賠 賠40塊 我都吃五湯 我都要吃五湯 為了要吃五湯 吃五湯 要賠償 不管什麼時候都40塊 至50塊 要賠償嗎 我一個很好的一個魚子 一斤幾百 要四百 要賠償嗎 要賠償嗎 幾人吃的 那你要支持這樣的東西 大家只是一個在彈口號 剛剛那個大學講了一句話 因為我一直在觀察很多年 我在NGO這個希望 我一直看了很多年 我對於40塊 你看到這個50幾歲 我今天才開始進入想幫忙 所以我看到 大家都沒有賠償 剛才有那個大學講過 現在已經沒有忙 我真的已經是沒有忙 我本來看好很多 但是已經沒有忙 你今天 我年輕人要來的時候 我看到經濟堂 你本身附近 我花幾十秒 那剛才見到說花幾十秒 你今天就是要來支持 我們生態協會的話 我們現在是很大的 那是一丟一丟一丟 但是我們社會有給你 這樣子的不規則是嗎 沒有 真的沒有 其實我這幾年 我自己也做到一個點 我專心所有五年賭官 到一些不時 我做過方位 能帶他們所有的 在什麼路上 什麼東西 我大概手中有三百多幅的照片 能從佛光山到實際 到中來嘗試 哪一個沒有違規使用 我請張老師應該知道 他們三個大廠一年 從台灣至少 到一千億以上的 所有的經費 但是從來不到我們生態 我們生氣過嗎 我們生氣過嗎 沒有 所以我跟張老師說幾句話 我也跟蔡老師說幾句話 我希望各位 其實廣義 要讓我們這個團隊 我們看下去 謝謝 很多事情都需要很多人的參與 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運作 那這個就我的個人的感受 這一個叫成長 植物最明顯 你如果說要快速成長 要有足夠的養分 那這個環境 如果已經有足夠的環境的運作模式 你要支持你出來是很容易的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要靠著 叫具有孤單性的植物 慢慢的 慢慢的互動 當你長大以後 你改變了環境 這個環境改變 又回會再回後 慢慢的壯大 那我們現在的社會 就在這樣的壯大中 我剛剛在講的等比級數 就是這樣的壯大中 如果你知道嗎 只有一八米 你就不可能連跡 一卡車的米 當你只有 你有一個地球有米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再累積另外一個地球而已 那這個嗎 這個慢慢在成長的運作過程中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一直很多人都希望 能夠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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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的 智慧的條件 或是我們整個宇宙 就大幅上來的時候 做白宮 我們已經做過一次的白宮 基尼大學的生態系 生態系管 已經破滅了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 要賺錢 因為年輕人 想法會跟年紀比較大的人 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問題 從我揭秘書長的時候 就開始想要賺錢 因為要靠去募款 其實是有困難度 如果說能夠有一個獲利的 一個社會型企業的話 那又可以把賺的錢去做社會公益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規劃 所以呢 每一次我出去演講的時候 講完之後 因為大部分會跟 比較多的場次會跟小學的老師 那講完之後呢 你知道反應怎麼樣 好不好 當然好嘛對不對 因為他們要講到這些比較深入都比較沒辦法 所以講完之後呢 他們都會過來說 賺秘書長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學校規劃那個戶外教學 然後呢幫我們安排講師 我唯一個人要對你們全校 而且不是一間學校 每一個學校都要這樣子 然後那個很多的學校呢 他們的戶外教學 又沒有人幫他們去上 以至於他們去六湖村西湖度假村跟九讀文化村啊 然後我就回來跟那個陳一峰老師講 就說 老師我們就乾脆成立那個台灣生態旅行社 然後你今天看到的這些資料裡面 難道我們不能來協助 就是一個獲利嗎 因為全台灣有這麼多的學校 他要進行戶外教學 但是沒有人可以幫他們上 所以他們就變成去這些遊樂區啊 然後甚至於環境教育法不是通過了嗎 你知道台中市政府的環境教育委員會 其中有些委員是他們市政府找的 他們就說什麼 這個環境教育法 這麼多學校要上戶外教學 我們應該要幫這些遊樂區找生意 環境教育委員耶 你不要不相信耶 然後說讓他們的遊樂區 能夠符合環境教育的法規 現在我們政府都這樣在幹 所以呢 台中市的環境教育委員 所以現在就是說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就希望你今天拿到的手冊呢 我們希望能夠來成立一個旅行社 那成立這個旅行社來培養我們的年輕人 因為你知道在學校裡面上這個生態學 或者環境的議題的時候 每一個人他其實年輕人是不想聽的 你知道為什麼不想聽 聽這個可以當飯吃嗎 聽這個可以當飯吃嗎 如果不能當飯吃就當看戲 你懂嗎 年輕人 但是呢 如果說 我們現在成立的這個旅行社 我不是要為了要盈利喔 但是我必須要讓他變成 他是可以當工作的 今天你來上這些課 然後接受我們的層層的考驗 假設我們就會訂出我們的規範出來 你今天要出來上課 你必須要通過比如說先修班 進階班什麼什麼什麼班 最後你拿到這個證書 你才可以到我們學會這邊來進行生態旅遊的 這個導覽員也好 講師也好 這時候年輕人他就會有學習的動機 然後呢 來進行環境步道 又可以拿薪水 那年輕人當然就會來啊 對不對 當然 因為就變成是我們要挑人嘛 那我們要挑人 不是他為了錢來 他是有一個把這個當作置業的年輕人來 那這個時候整個社會就會改觀了 當我們在出去上課的時候 年輕人的眼睛是亮的 因為這個可以當飯吃 然後當每一個人要把這個當飯吃的時候 就會去影響了 影響到最後呢 因為來講這些環境議題可以當飯吃的時候 那這個價值就很快就會傳遞出去了 那傳遞出去的時候 當然最後我們希望說 像老師講的可以有累積成 變成是一個學校的模式 然後進行所謂的一個公益性的教育 所以我就想說 在營利的部分 我們不是把它變成商業性的營利機構 是把它變成是社會型的企業 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旅行社 然後因為我們的目標 不是為了要商業的旅遊 不是為了這些所謂的很膚淺的觀光 我們現在目前這麼多學校 他沒有辦法進行戶外教學 我們來做這樣的規劃 去阿里山也好 去和歡山也好 去大杜山也好 你聽了這個不是都很精彩嗎 講給小朋友聽難道不好嗎 我們就來培養這些 然後這些學校呢 他拿的這些錢去包給這些旅行社 都是各位的納稅錢 各位的納稅錢 經過學校再回到環保團裡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構想 是馬上就要做的 陳老師說 他叫我馬上去登記旅行社 下個月就好 所以下個月旅行社就會登記了 謝謝